123言情开发的新功能 让我写句话 那就祝大家新年快乐吧 凿具摆了一桌子 光花样凿刀就要用到圆 半圆 梅花 人字 心眼 推刀蕴皮 脸谱的口诀好像响在耳边 柳叶梅 杏杏眼 樱桃小嘴一点点 传说皮影戏原自汉代 汉武帝思念死去的宠妃李夫人 于是数世社谈招魂 在晚上点了灯烛 设了违杖 汉武帝只能在围杖里观望 探到仿如李夫人的影子 伴着摇曳烛光 投在杖部之上 传到民间 就是皮影 李夫人死了 汉武帝死了 数世死了 皮影还活着 一直活到现在 这世上大多数物件 有行没行的 都比人活得久 所以人真没劲 刻着刻着 昌东的手指冻得僵直 这里晚上的温度持续降低 空调制暖不行 打到最大也无济于事 他双手龙到嘴边哈哈气 又搓了搓 目光忽然落到垃圾桶里 那张色 请小卡上 这么好看啊 不就是个信号的吗 昌东俯身捡起那张卡片 顿了一会之后 拿出手机 照着上头 留下的号码拨号 接电话的人像是专业的客服 问 先生想要什么款的 偏瘦的 还是风 满行的 清纯的 还是性感的 我们可以先过滤一下 省得过去了 你不满意 昌东想了想 偏瘦 清纯 还是偏性感吧 他搞不清 夜流溪属于什么型 他想跟玄奇的摆针 时而偏左 时而偏右 但都是伪装 遮不住身上的妖气 星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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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的小姐 叫Sunny 接到指派电话时 她正在酒店隔壁的棋牌室 看姐妹摸牌 手包拎起了就跑 进了电梯 掏出小镜子 抹口红 抿唇 补粉 出电梯到昌东门口 这段时间 衬衫的扣解了两粒 露出粉红色戴蕾丝的 BRAW边沿 又把小皮裙拽正 最后亲了门铃 摆出一个 职业化的微笑 门开的时候 她愣了一下 昌东说 进来吧 我爱往里走 五光溜到客厅茶几 一排十几样 凿刀闪冷光 心里咯噔一下 更慌了 她见惯了大肚 秃顶口臭的各色客人 遇到昌东这样的 并不觉得是中了大财 前辈们尊尊教会 那种年轻长得帅的 会缺女人吗 你得多个心眼 越是这样的越变态 帅的 看起来干净的 阴郁的 叫了服务又不急色的 有点特殊兴趣的 昌东条条都中了 而且大晚上的 屋里 她戴个黑色棒球帽 上半边脸 都埋在冒眼的阴影里 我爱咽了口唾沫 前些天老板 组织他们看谍 韩国的一个电影 讲专门有变态 诱杀妓女 提醒他们 要提高警惕 她看完的晚上做噩梦 这两天 难免有点疑神疑鬼 她有点嫩嫩的 要么 我先去洗个澡 昌东在沙发上坐下 伸手扶去牛皮上 凿克之后的皮屑 过夜三百 陪聊呢 我爱脑子转得很快 一样价 不便宜 因为今晚来你这 接不到别的火了 昌东从钱包里 抽出三张一百 拿茶杯压住 我刚到这 想开个店 对地头不熟 所以找个行内的聊聊 打听一下 这样啊 我爱松了口气 她在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来 老板 不是我说 想开我们这种店 你没戏的 插不进脚了 昌东不动声色 你说说看 反正又不是商业机力 我爱说起来滔滔不绝 兼毫无章法 想到哪说到哪 这镇上的这类业务 没有散座的 基本上被两家收拢 本地人拉不下脸做这个 小姐都从外地来 按地域 南北派 各自抱团 上头有大老板 南北派原本有矛盾 后来又有一家 想往里插一杠子 促成了南北齐心 逗走了外人之后 两家开始分饼 划势力范围 我爱是南方人 就拿昌东住的酒店来说 这周是南派发广告 到了下周 也就是明天 小卡广告 就得换一版了 说着说着 又诉苦 做这个多辛苦 你不知道 我们这行日夜颠倒 皮肤都不好 因为总要熬夜 带妆 你看我这脸 我才22 一卸妆 脸色蜡黄 都说我30好几 昌东恩问一声 他只听不说 外的一直讲话 这陪聊也挺累的 他绞尽脑汁 什么沾边的都拿出来讲 我们上下班 大多是半夜 走夜路回去 挺危险的 去年的时候 有好几个姐们被都被变态跟过 说那人长一张皮脸 昌东有点感兴趣的样子了 皮脸 Y笔划给他看 就是那种一张软皮子蒙脸上 露眼睛鼻子 大晚上的 多吓人啊 幸亏没真出事 后来我们就多了车马费 雇车接送 单程10块钱 昌东问 有一个叫夜流西的 你认不认识 Y茫然 她的姐妹们 都有英文花名 什么玛丽 阿曼达 凯丽 没听说过夜流西这名字 听起来像真名字 谁会拿真名字来做小姐呢 万一消息传回老家 多没脸啊 昌东提示他 白天的时候 他会在街口卖瓜 Y一下子反应过来 哦 她 我没跟她说过话 她常跟北边那些小姐在一起 应该是吃那边饭的 是吗 Y很聪明 说了这么多 原来你是想打听她 明天在这里拍广告的 就是那边的人了 你可以问问啊 她把事说破了 昌东反而不想就夜流西的底了 只要她能带她找到孔阳的尸骨 她是卖瓜的 还是做小姐的 甚至是男是女 其实都无所谓 星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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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东睡了个好觉 梦里起了大风沙 沙流向金色的雾 从塔克拉玛干公路的柏油路面上翻滚而过 一丛丛的洪流 把黄沙固成了基米糕的坟 梦里没有人 没有变故 没有声音 这样的梦 于他就是好梦 醒来时已是正午 昌东直接去找夜流西 他刚忙完一轮 自己切瓜自己吃 低着头才啃下一口 就看到有人引亲过来 夜流西把手里的瓜放下 顺势一抹嘴角 眼眉微先 买瓜 她第一眼没认出她 昌东站着不动 阳光晒着她一侧的脸 挺暖和 夜流西捏着眼睛看她 她眼烧声就略略上扬 眼波流转的时候 总像是赚着无数坏心思 但笑得又很有迷惑性 十个人里有九个会觉得她无害 认出之后 笑容里多了点意味 开口居然先夸她 不办老头了 这样不是挺帅的吗 说着 从车上拖出个帆布马闸 拍了拍布面上的灰 扔过来 昌东单手接住了 没做 另一只手从兜里掏出那张照片 夜流西吃笑了一声 这么快进主题呀 都不说寒暄一下 本来还想切块瓜丁你吃的 说着粘过那张照片 夹在两指之间 手腕转来的角度 相片的正面对着昌东 你就不怀疑这照片是我造假吗 昌东回答 女人的直觉很准 我想向孔杨求婚 没告诉她 但她猜到了 特意为这场合买了件新衣服 那天晚上 在营地的帐篷里 她第一次换上这衣服 问我好不好看 我还没来得及给意见 就听见外头的风瓶状的乱响 风瓶就是玻璃酒瓶子 扎营的时候拽根直省 酒瓶子依依定的间距悬挂上去 挂着好玩 同时也侧风 玻璃酒瓶子有自重 想得那么厉害 绝不是小风 她刚掀开帐门 就看到额头沙坡子 那标志性的额头被沙暴恶断 扬成了夜色里的沙雾 孔杨的新衣服 飞红色的长裙 第一次穿 也是最后的丧服 没来得及拍过任何一张照片 却和乱发一样 飘在眼前这张照片上 亚丹带沙尘的风里 叶刘希对这回答很满意 第二个问题 照片里是哪儿的亚丹 亚丹这个词其实是唯语 意思是险峻的土丘 这种地形在西北遍布 有些自成规模 名声在外 比如敦煌以西的三龙沙 叫魔鬼城 科巴马伊附近的沃尔河 叫封城 舒洛河附近的 叫人头疙瘩城 也有没那么有名的 大大小小 有时候越野自驾 路边忽然冒出不大的一片 那也是亚丹 所以 是哪儿的亚丹 昌东说 龙城 怎么看出来的 昌东指向照片 这里的土台 严减成分重 有石膏泥 对比其他亚丹 颜色偏灰白 白天阳光好的时候 会泛荧光 像林甲 所以古人 把这里称作白龙堆 现在长庚龙城 纳入一个范围 都叫龙城亚丹 叶流西咄咄逼人 为什么这灰白色 不能试下的霜雪 下雪是一大片 不是照片上这种情形 霜是水气凝滑 日出前后会有 照片上是正午 阳光这么大 霜早化了 叶流西说 哦 声音拖得长长 显然对她挺满意 转身拿起西瓜刀 手起刀落 从半盘刮上切下一片 金黄色的蜜蜢 知水足 瓜香清新得很 叶流西把瓜地给她 你带我去龙城 我带你找到孔阳尸体 并不是商量的口气 昌东看了一眼 没接 叶流西笑得温柔 语气软中带硬 静罗不泼的向导不难找 但你找不到第二个知道孔阳尸体在哪的人 昌东还是没接 照片怎么回事 额头沙坡子 距离白龙堆很远 尸体怎么过去的 又怎么可能嵌到粘土包里 叶流西不耐烦了 我怎么会知道 我只帮你找到她 你只做我向导 爱做不做 不做拉倒 我只能不能够 我只想在我们交互 中心里 我只能够 雷又不能够 我只能够